一名男人突然在陌生人家里暴避 经公安查证死者死于电击 从现场来看是挂着吊灯的天花板掉了下来 电线一起也掉进了蓄满水的浴池 死者可能是看到地上满是水彩跑去卫生间关水龙头 一触到开关水就变成了导体 使人电击致死 由此推测 死者应该对那个防御的防御 防御的防御的环境比较熟悉 防御的女主人金慧丽声称不认识死者 这里面必然还存在隐情 除此当天晚上金慧丽在跟朋友打麻将到12点左右 平时好友都会开车相送 但当晚金慧丽坚持自己打车回去 中间的路程大概是20分钟 金慧丽报案的时间在12点34分 据邻居所说 金慧丽和丈夫陈龙在一年前开始闹别扭 经常半夜打架 哭哭啼啼的 男的经常也不回家 女的好像也有外遇 邻居曾见过金慧历代陌生男子进出家门 陈龙是给人当司机的 在去年办了两年停薪留职手续 后来单位的人就再没见过他 听说是办了个汽车修理厂 叫东华汽车修理厂 在北环路的中部赚了不少钱 据单位老板说 陈龙在工作上没有失误 花钱大方招女人喜欢有不少封严 而且胆子很大 听说还和黑社会有联系 警方到修理厂并未见到陈龙 职员说是去上海了 然后给刑警留了一个电话 陈龙和金慧丽的家在东去 号码应还是六字开头 但这个号码是七字开头 说明是开发区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 声称是陈龙的爱人 也就是说陈龙有两套房子 开发区那套是养情人的 号码的登记者不是陈龙 而是叫张雅的女人 根据登记地址 警方找到了陈龙第二套房子的所在地 张雅就是陈龙的情妇 他说陈龙昨天去了上海 三点的飞机可能明天就能回来 她是一个人去的机场 以前出差到了地方都会给张雅打电话 但是这次却没有联系她 案情还有很多一点 张雅似乎有所隐瞒 警方只好派人24小时 揭示张雅的行动 这边金慧丽也在接受刑警的盘问 在逼问下 金慧丽才承认她认识死者 那个男人叫吉辰是她的男朋友 金慧丽一口咬定是陈龙杀了吉辰 陈龙曾撞见过金慧丽和吉辰外语 所以对金慧丽怀恨在心 虚意报复也不是没可能 吉辰是一家公司的业务经理 有妻子和儿子 她的妻子叫朱琳 在银行上班 儿子还在读书 吉辰和金慧丽是大学同学 在去年同学聚会上见面 那时候金慧丽跟丈夫闹离婚 吉辰安慰她就那样好上了 问到一半监视张雅的刑警来报 张雅在十分钟之前提着箱子打车跑了 不是去机场也不是去火车站 跟踪的刑警追到了承袭的铁路边上 张雅进了一间房子 然后带出来另外一个女的 是个座台小姐叫李红 他们一起入住了一家酒店 刑警的人假装路人帮他们提行李 找到了他们的房间 趁人不被听抢脚 小刑警知道李红对她有点意思 于是顺势套她的话 最后带到车里审讯 李红健要被带去公安局 不得已说了实话 她说张雅身上可能背负着一桩命案 她杀了自己的表哥 因为表哥试图对她不轨 张雅籍有可能是在逃嫌犯 就连名字也许都是假的 局长下令拘捕张雅 警察冲进房门的时候 发现张雅准备跳楼 她知道自己在劫南逃 只想等记者来 然后借用媒体跟家里人留几句一宴 警察在她跟记者说话的时候 把她从窗边救下 张雅被抓了也不打算说实话 因为她不信任警察 后来陈龙从上海回来 刑警特地去机场接她回公安局 她中途试图逃跑 刑警也没给她面子 直接强行拘留 张雅听说陈龙被抓后情绪激动 她说陈龙是好人 杀人的只有她自己 她表哥叫张静声 开了一家歌舞厅 还让高中毕业没有工作的张雅去 当错台小姐 什么都不懂的她就答应了 后来才知道是做那种事的职业 她不肯就被哄天喝下了 放了安眠药的酒 后来发生的事令她痛不欲生 张静声为了安抚张雅不去报警 还说过去她 谁知那个禽兽 把张雅带去了山东卖给了人贩子 张雅被打得遍体鳞伤 三个月后她逃了出来 偷偷跑回去重庆找表哥 一天夜里趁她在睡觉没关门 就用大砍刀把她杀了 犯案后张雅连夜逃到武汉 从此再没联系过家人 跟陈龙是在歌舞厅认识的 之后就发展成了地下情关系 她知道陈龙有老婆 但是陈龙对她很好 所以也就不在意 陈龙似乎对吉尘的死毫不知情 她在机场之所以逃跑 是因为一些不光彩的事 她前几天认识了一个漂亮小姐 那个女人的相好是个有黑社会背景的 他们被捉奸在床的时候 受到了枪支威胁 她去上海是为了躲难担心 真的会被打死 下了飞机看到公安便衣 以为是仇人找上门算账 她有机票和住宿证明 可以证实她的话不讲 吉尘被杀那晚 陈龙在跟朋友喝酒 从晚上六点一直喝到凌晨两点 电话查证陈龙没有撒谎 她又不在场证明 但是陈龙的嫌疑并没有完全排除 她的社会背景复杂 借刀杀人也不是不可能 警方决定从吉尘的家属那边调查线索 她的妻子甚至还不知道丈夫已经遇害 看到照片后 直接就晕了过去 刑警把人送去医院 等人清醒之后继续温化 朱灵知道 金慧力和吉尘剑不得光的关系 偶然一次 她跟踪吉尘去了酒店 发现她有心脏病 当场就情绪激动地倒下了 吉尘给她喂药 趁人昏迷让金慧力先走 朱灵知道丈夫和别的女人合伙骗她后很生气 她早有预感及神会死在金慧力的手里 在她眼里金慧力是个狠毒的女人 但金慧力却怀疑这一切都是朱灵设下的陷阱 有一次朱灵单独找过金慧力 她警告金慧力不要欺人太甚 否则后果自负 谁知事件还没查明朱灵在医院就自杀了 她趁医生不注意服用大量药片 没抢就过来 刑警找到朱灵留下来的遗书 自首说是她偷了吉尘身上的钥匙 去了金慧力家 本来是想设局害死金慧力 可谁想金慧力约了吉尘晚上12点见面 金慧力因为打牌晚到了半小时 吉尘到了她家发现满地是水 就赶紧去卫生间关水龙头 开电灯开关的时候接通了电源 吉尘就成了朱灵设下陷阱的牺牲品 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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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尘